一樣都是梁右腳 剛剛同學你去到臨床要看清楚病例 這件事情你說我們好像梁右腳左腳沒有 不會發生什麼大事 可是過去就有發生病人推到病房 醫生要開人工康關節 他明明是右邊的 康關節有問題 結果開出來是開好左肩 左邊的腳變人工康關節 對 這很大圍對不對 可是我們護理治療也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是沒有護醫或我以前在考其他四個時候 我就會寫右邊 那你量到左邊一樣零分 這樣知道嗎 可是我們現在都沒有特別行哪一邊 可是要提醒同學要注意一下病人到底是 左邊是右邊嗎要量課的話 好 一樣第一件事情 老師剛剛講說腹臥要固定股門 怎麼固定 像這個腹臥就可以請同學睡下去一點點 讓他的腳趾頭是福利的 要不然你看他很憂鬱的 會把腳放屁 他腳趾平了他的這個 兩邊的ASIS PTA在手上 那假設是 hyperflexer太緊的Test 他沒有辦法趴 再講一次 hyperflexing太緊的Test 他沒辦法趴 要不然趴的話 他就會變成不像這樣子 這樣 聽懂老師意思嗎 那你說他hyperflexer contracture的病人 那你說老師要不要墊一個枕頭 可以啊 你墊一個枕頭 讓他的姿勢可以趴住 好 可是呢 他都已經緊成這樣了 你還不讓他在做這個工作嗎 很難 好 先跟各位講 所以第一件事情 趴著之後先check他兩邊的ASIS 他就是當作是固定的 好 那我現在要做的動作是 小姐 請你的膝蓋打直 腿往一發把框架抬高 好 所以 那我剛剛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剛剛 有沒有看到 我一個是確定他的指甲 有沒有貼在床上 因為我只看髖關節嘛 所以我也請他指錯這個動作 這是配信 好 我也請他指錯這個動作 然後台道變這樣 這樣東西一看到就取巧了嘛 對吧 這個太長了 他做不到 他就用這樣子翻 所以為什麼這裡要貼在床上 這要懂啊 那最大極限就只能做到這樣 正正的往後面抬 然後這個ASIS要貼在床上 好 那他確定了 你就躺好了 好 那你也一樣 對的是GT 看那時候你躺在他側面正中線 那你說 欸老師趴著我 我現在就摸不太大了 你就給他做大一點點 你就可以摸到那個GT 既然認住你 好 那一開始呢 也是一樣 AT一開始已經做過了喔 來小姐再做一次 來請你的大腿 對膝蓋打直的往後面抬高 阿米要摸一下 就這樣子 好 摸在那裡 我一樣要坐在那邊 好 量 那這個也不能撐太久 有人 他說老師我騰大肌又要撐筋啊 你還沒量好 我騰大肌都快抽筋了 還沒量好 好 阿對哪裡 GT固定幣 他這一家的有過白色的就是 那移動幣對哪裡 沒有移動幣對哪裡 沒有移動幣 GT Later 有一個長大肌 側面震動幣 這都不能動的 對不對 好 這一次 是0嗎 是0 來小姐請你坐到最大 好 抬到最高啊 好 後住啊 等我一下啊 好 姿勢變成 這個要水平 水平 這個也出現 好 可以了 放下來 看一下角度 我們剛剛講正常應該是0到20度 我剛剛講 要是你剛剛EPIPACY EPIN都正常 他都達到20度 我就不會再聊PACY的 好 那再強再一次 PACY一定是人家幫他搬 不是他做的 所以一定要找另外一個人 形形式下組 好啦 接下來我們來看那個 ABD小姐請你平